今年春節連假長達10天 民眾出遊返鄉 基隆地區預估車潮 會出現在基金123路 基隆到萬里 以及台二縣瑞兵道芙蓉路段 是最容易塞車的路段 基隆地區 如果說會有比較大的一個交通量 那通常的話 是從國五的一個 返回北返的一個車流 或者是說來到萬里 去做一個旅遊 那在傍晚要回去的這個車流 容易在萬里基金路這邊 會有一個用塞的一個狀況 那這部分呢 我們會啟動一個輸運的一個機制 就是透過我們在基金公路 會去跟警察局 去監控它的一個車流量 如果到達800個PCU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會開始去做一個監控 那如果達到1000的部分呢 就會啟動一個調波的一個車道 然後讓雍路人可以有一個舒適 便捷的一個交通 為了鼓勵民眾搭乘客運 公路總局協調多家業者 實施87條中長途國道客運路線 享平日票價 貨員票價85折 優惠等措施 今年的一個春節連假長達10天嘛 然後公路總局對所屬的一個公路客運的業者 其實都已經有要求做好各項的防疫措施之外呢 當然就是相關的運能部分也要確保充足 那這次的一個預購票的部分呢 目前的到1月3號為止總共預售6.34% 那代表就是說還有相關的一個車票可以去做訂購 那至於相關的一個優惠的部分呢 公路總局針對1.12年的部分也鼓勵大家就是搭乘公共運輸 然後提供了87條的一個國道的一個客運票價優惠的補助措施之外呢 那另外針對47條台灣好行的一個路線也鼓勵民眾使用電子票證搭乘的話 也有想半價優惠 那針對就是搭乘公路鐵路還有高鐵就是轉乘的話 也有一些相關的一個轉乘優惠措施 那針對前往東部地區旅遊的一個民眾的話 公路總局也提供了兩項的一個優惠措施 第一個是針對就是搭乘北以北花路線的部分的話 也可以想租車優惠 那憑租車的一個憑證的話 回程還可以想一個票價的折扣 汽車會折200元 然後機車可以折100元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有持合法的一個東部旅遊的一個住宿憑證 或是台灣好行的一個體驗套票的話 你搭乘北以北花的一個國道客運路線的話 可以想市人同行一人免費 那回程還會再加碼200元 那只是針對東部地區的部分的話 這個優惠只能二則一讓民眾來自行使用 公路總局會議用路人返鄉旅遊多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開車盡量利用替代道路並避開進風時段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收視職能力每次公路總局會議用 canal 正常人 än ч成功一旦 就行證 чист一日 市民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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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投